我们是紧接昨天的题目的 如果昨天没听的话不怕 我会给你们一个很快的recap 在中医的角度 就是觉得这个世界有外邪 邪就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记住在古代的 context 里面 是没有认为有病毒 或者小时候的想法 所以全部统一都叫做外邪 我们就觉得其实我们要防卫好自己 就不要让外邪入体 如果外邪进入身体的话 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冲击 很大的影响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地防卫 而这一种的想法 其实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 包括如昨天所说 就是在国土的防卫上 亦都是採取这个政策 就是我们建了一个长城 这个长城很长很高很牢固 历朝历代不断地加固的目的 就是为了在外面的蛮夷 那些外族就不会入侵了 但是事实我们发现是怎么样呢 就是不论你的城墙 你的长城是如何牢固如何伟大 如何在月球上看下来 唯一的建筑都好 到最后都是失手的 那失手的原因是什么呢 并不是因为城墙被打破 而是因为城墙可以由内被击开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 你虽然外面是有所谓的爱邪 就是我们今天有科学理解 叫做病毒和细菌也好 但是其实它要进入你的身体 去形成伤害 必须要有一个好像李志成这样的人物 那就是会做些什么呢 就是会打开你这个免疫系统的缺口 让这些病毒和细菌可以进入你 所以如果我们不断地想着 哎呀我要防卫 我要加强 我要加强 与其是这样 其实是一个比较消极一点的想法 就是我加强我的长城 与其是这样 不如我们试一下 就是我加强我的免疫力 OK 因为就算我怎么抵御外敌也好 你永远防不了内奸的人 OK 證明你的身体 你怎么狂消毒 狂抹 狂噴也好 或者戴十个口罩也好 你始终会有脱脊口罩的时候 你始终会有抹不住手的时候 你始终会有在一个疏忽的时候 而如果你本身是没有抵抗力 或者抵抗力里面就有一个李志成的话 病毒细菌依然可以入侵到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会比较采用一个 是我要令到我自己加强 我加强我的免疫力 我加强我的身体 与其是不断地害怕出面 而为什么我们昨天要讲这个话题 由这个话题开始讲呢 其实大家要明白 中医的意识是很薄大精深 我自己都想读的 中医的理论非常之好 包括我经常都说 腎上线这个题目 其实中医是比起现时的西医 是更加健全的 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神虚神虚 其实就是神上线的功能出现了问题 但是呢 是否又代表中医里面 认为的所有东西都一定是适合呢 很多是适合的 包括在皇帝内经里面 已经知道 其实女子的月经完了 大约两个七 即二七 即十四日左右 就是排卵的日子 这个你说在古代没有排卵试子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他们都可以这么精准呢 的确是非常有智慧的 不过and again 是否代表所有东西都是正确呢 之前提到就是说 中医觉得外邪是需要防的 所以我听过一些极端的说法 是一些气功人士所说的就是说 不单不可以开冷气 连风扇都不可以开 还有晚上睡觉 连窗都关上的 要迫着自己 还有自己要全身包住 就像我今天这个打蚊就不可以了 虽然我不是low cut 但我是不是露了一条颈子出来 我是不是露了一个胸口的位置 还有我的手是不是这些位置都露了出来 这样就不可以了 因为这样都可以招致这个外邪入体 所以如果是这样 我就应该要包到自己 即一年四季 其实我也要穿净凉衫 要包丝巾 就算你不热 sorry 说错了 如果你不冷 你都应该要包住 因为邪风入体 身体就会很伤 他们追求的是身体 不被风吹到 亦都不体验到有温度的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 但是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如果你的身体 长期是一个恒温的状态 其实身体未必 如果根据现在最新的科学发言 未必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原来在2013年有一个research 是一班的日本医生 日本的教授科学家去做的 这件事就叫做BAT BAT是Brown Adipose Tissue 即简称的中脂 什么叫中脂 中国脂肝 不是是中式的脂肪 即是啡色的脂肪 这个2013年的research 就说一个人可以啟动 activate自己这个中脂 中式的脂肪 拜做些什么呢 就是你只要够冻就可以了 OK 怎样为之够冻呢 那他原来 怎样去实验这个东西呢 就是原来是每天 被你冻一点两个钟头 每天冻一点两个钟头 就为期六个星期 接着发生什么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人突然之间瘦了很多 BODY FAT 体质的比例降了很多 那整件事我们是否很想要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又是生疼 然后你又容许自己每天 给一些小小时间冻一点 原来你的体质就会下降 就是腰间的肥肉 臀部 手臂这些鬼鼠位 其实只要没那么暖 这个人就会发生的了 而我想说其实十年之前 科学家都不认为成年人 是有中式的脂肪 GROUND FAT 这件事 他们是认为BB 和幼童 就是baby infant 和totless 就是在爬着的小孩 是会有的 那为什么会有呢 因为出生的时候 他们就有了 这个很容易理解 因为是人的求生的机能 就是BB 因为他不懂自己穿衣 所以大自然就将他工程化到 他就算没有穿衣 不懂自己穿衣 妈妈走了也好 因为他有brown fat 有中脂在身体上面 他都会透过产生热力去保温 如果来说极端状况 在西伯利亚行不行呢 零下几十度就未必可以了 但是这是一个最大程度 去保卫BB的方法 但是为什么以前的科学家 说了十年前而已 会觉得这些brown fat 就是brown adipose tissue 中脂会流失 是因为真的大部分的成年人都找不到 为什么又是大部分的成年人都找不到呢 因为我们开始穿衣 我们从小到大都穿衣 尤其是这个华人社会 是特别 因为有刚才所说的那种 我们要防卫外贼入侵 我们小时候都知道 爸爸妈妈会经常说 不要疼痛 你疼痛就会生病了 所以他会越穿越多 当你的身体长期都是 在一个很稳定的温度状态 他就不需要自我调节 他就不需要有恒温的装置 所以他的brown fat 就会流失了 所以我经常都说 你看到那些鬼佬很奇怪 为什么那些鬼佬呢 冬天流流 只有十度八度 可以穿短衣服 为什么我们不行呢 是不是真的白人呢 就比较厉害了 为什么白人 他不是又是两只眼 一个鼻一个口 四肢又和我们一样 里面有心肝鼻肺肎 大肠小肠 其实结构上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不是结构上不同 其实是心态上不同 文化背景不同 这个叫做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不同 令到他们不觉得 从小到大都要穿很多衣服 他们觉得 小小都没问题 是稳定的 但不可以 他不会觉得 哎呀你一定要穿衣服 你不要冷掉 冷掉你会生病的 不可以受凉 不可以吹到风 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所以你发觉他们 与生俱来 BB一出生就有的中资 一直可以带他们去成年 那你发觉 哎呀鬼了 好像那些洋人 那些白人 好像是 咦他们的sport又更厉害 那他们的体能 好像相当之不错 尤其是我们看奥运 我们知道 他们有很多人 有很多金牌 那你发觉 其实不是真的只有白人 白人 拉丁美瑞 黑人 他们都因为 没有这个框架 在脑里面 觉得不可以吹风 不可以冻 不可以冻 他们 就没有这个 一定要不断的穿衣服 的概念 那我就看到 Billy O 多谢你的留言 Billy O 就说他们多数比较肥 这个就要去到 讲到饮食的部分 Hello Alan Hello 饮食 你发觉 其实自从一九六多年 日本 我最爱的日本 我最爱的日本 发明了这个高果糖的缩胶之后 世界的粗肥现象就开始发生了 我看回1950多 60多 70多年 那时候的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沙滩 都会发觉 那些人全部都很渺 很瘦 甚至我看过一些照片 是再早些可能三四十年代的 法国巴黎 那些女子全部都有腰的 很渺调的 她们为什么可以 因为那时候 她们在吃的食物 不是我们今天在吃的食物 当时 机械化的耕种相对少 不是没有 相对少 而所以食物的养分 是更加大的情况 能够保留到 第二 就是他们那时候 是我们叫做real food 真实的食物 不是吃人造牛油 是吃真的牛油 跟着生果 未经过基因改造 所以甜就甜 不甜就不甜 你不会期待 提子粒粒都好像巨峰那样甜 因为没有经过 不同的基因改造 和不同的品种的结合 所以那时候 就是食物是有四季的 不善不食 因为你想不善 你想不是 不善不食都不行 因为食物 不是那个季节 就真的没有 但是现在不同 现在有基因改造 有温室 有温室等等 还有大量的机械化的耕重 就令到食物的养分低了 当食物的养分低了 你的身体就会觉得 我要吃回多些 我要吃回多些 因为我要吸收回 我应该要得到的养分 因为没有 你给我这都是MT Calorie MT Calorie 就是我吃了1000 Calorie 里面 里面没有东西的 空的 明白吗 所以你的身体就继续追着想吃 因为他吃不到 他得不到他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觉得 为什么我吃都不饱 是要检视一下你吃东西的内容 而当你吃的东西 很多里面是MT Calorie 他可能是给了卡路里给你的 不然也不会叫MT Calorie 但是譬如白饭 是不是MT Calorie 是的 因为为什么 你看其实里面是没有什么养分的 你吃一个包 又是很多卡路里 但是没有什么养分 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 是不是都在做这个东西 因为趕时间 想想上班 早上就拿一个包 就吃 如果一个包里面 譬如没有吞拿鱼 没有叉烧 没有肉 没有性的那些 是真的100%符合 这个所谓MT Calorie 这个说法 那你不就是只长肉 但是你没有长到营养 你细胞需要 賴以作为维修的蛋白 也吸收不到 你身体需要 去进行不同的化学作用的 矿物质也吸收不到 所以其实很多人 比如他脱头发 不是因为年纪大了 基因 神虚 未必是这样 很多时候因为 我们的食物里面 不够D杂 不够矿物质 微量元素 不够这些东西 甚至可能再偏少少 不够silica 都可以令到你的头发 很容易断裂 很少 很稀薄 如是等等 当然不排除 有机会是因为 真的出现肝肾不足的情况 这是一个中医概念 有机会想听的话 请跟我讲 我绝对可以 就大家想听的话题 去特别开Live 因为你这样是帮到我的 因为我每天都要烦 其实要说些什么 所以如果你可以提议的话题 我会很高兴的 你可以WhatsApp 或者直接留言给我 我都会看到的 好吗 那说回来 2013年那群日本人 他做的那个study 就发觉 其实捉住这群人 六个礼拜里面 每天 让他们冷两个小时 那其实有多冷呢 我稍后再告诉大家 你是不是想象到 应该要10度 8度 又要冲冬水洋 又要冰天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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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原来是没有那么极端的 其实是说 将你家里的冷气 由24度 到19度 就已经可以了 那你就发觉 咦 六个礼拜之后 我瘦了 腰又小了 手臂又補了肥肉 很开心 其实这么西眉的改变 就已经能够令到你的身体 燃烧更多脂肪 那说开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我呢 就是专喝东西的 认识我 每个人都知道 我是专喝东西的 我给大家看看 有多夸张 好吗 我通过电话 见不见到整杯都是冰 大家见不见到 那个恐怖的成果 是不是密密麻麻的冰 是的 我是这样的 然后我知道 那些人就会说 哎呀 公寒 哎呀 对身体不好 怎么怎么怎么 我想说 当然 我不是做一个大型的训练 但是我和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大我八年的 OK 现在都差不多五十岁了 但是他在他四十一岁的时候 生了个宝宝女 好可爱的 我想说 我和他两个出去喝东西 是会吓到wager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大杯冰 有些人会问你 要不要酒冰 要不要小冰 不要大杯 整杯冰桶 麻烦 我是这样的 尤其出去西餐厅 我叫那些油气水 sparkling water 我就会叫他给整个冰桶 我不管冬天还是怎么样 在日本我都试过 下雪的外面 我照样要冰 因为原来喝冰水 是有这个效果的 我是不是真的为了这个效果 因为可以燃烧脂肪 令自己瘦一点 而做一件事 不是 是我自己喜欢喝冰东西 但是中国人那种概念 是不是要恒温 所以这些东西 对他来说 在概念上有个冲击 他就觉得是伤身 但原来现代的科学 说的是完全相反的 原来你是可以喝冰东西 当你喝冰东西的时候 这个人不是会冻的 这个人一冻的时候 你的身体那些白色脂肪 原来是会投去另一个方向的 它本来明明是白色 但它会转回的 它会过去对面当的 就是白色脂肪不够洗了 我要转啡色 我转啡色 然后燃烧白色 去帮你去调节你的体温 所以如果 你从小到大 是被你的电话棉 凹到很多衣服的话 其实可能你的中色脂肪 Ground fat 已经消失得无景无中 没什么得整 但是不用担心 这个情况是可以Reverse的 可以逆转的 你只要由现在开始 将你家的冷气 由24度 降到19度 OK 然后让自己感受到 少少凉凉的 就已经OK了 不需要由朝一刻 都会这样的 刚才那个 2013年的训练 只不过是两个小时 就已经做到这件事了 OK 好了 那我们明天 就会再继续这个话题 明天会讲什么呢 就是原来 除了冰冰这些方法之外 原来饮食都可以帮到我们 将身体里面更多的白色脂肪 转为中色脂肪 而呢 除了开冷气 你会说我好环保 我不开冷气 明白 那有什么方法呢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冲冻冻水凉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另外呢 就是游冬泳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而呢 大家如果去浸桑拿 你看到它是个冰池 因为有热池 你看到也有听过 就是它会这样两边跳的 昨天阿里斯也有提到 它是这样做的 芬兰呢 我们经常听过桑拿 其实它本身 不是值得一间热房那么简单 它本身其实呢 是期望你在冰天雪地 吐一会儿 再进去热 再出去冰 再进去热 正如那些按摩床座里面的冰池和热池 估计是被你交替使用的 那因为这样呢 原来能够锻炼你的免疫功能 能够令你的身体产生更加多的 这个中式脂肪 Brown fat 令你的身体更健康 你的身体更有自我调节的能力 OK 那所以呢 不是说中医不好 也不是说气功不好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冒犯人的意思 但我想说的就是说 其实如果我们长期 给自己很以日代劳 给自己很舒适的话 其实没有锻炼的身体 反而会变得没有那么强壮的 我们的免疫功能 是透过要打一些小小粒的象 和一些小小的细菌 小小的病毒 是有些交手的 那才会有我们的免疫功能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与其幻想自己永远都在一个 泡泡里面很安全 不如我们一步一步地 锻炼一下我们的免疫功能 和另外我们的身体 能够有自我调节温度 那你就不会越来越冰了 如果你从小到大 都会脱着自己 夏天二十几度都要穿外套的 你只会越来越怕冻 你不会变得更好 所以 大家现在开始试一下 调低一点点的冷气 OK 试试洗凉水 不要那么热 甚至可以试试挑战一下自己 冲凉水凉 OK 然后你只要坚持到两个月 你会发觉 已经真的瘦了 其实没有做运动 都是瘦了 OK 所以刚才说 就是欧美的人 之所以会觉得他们肥 是因为他们的饮食里面 有大量的糖分 OK 不论是面包 那些粉面 即是pasta 例如薯蓉 很喜欢吃甜食 例如说简单 你去过澳洲就会明白 澳洲的三宝 不是第一位 澳洲人跟我说 就是 烏鹰肥婆醉酒老 那为什么会这么肥呢 原来我后来在Sidney 我去过超市 或者去过一些便利商店 我就明白了 它收线货币的位置 就是放了豆腐 周围都是这些 这些糖分 进入身体里面 当然就会转化成脂肪 所以要配合饮食的 只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 小小的生活习惯 已经可以帮到我们 身体更强硬 更健康 免疫功能 就会出现一个理智诚的人物 OK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明晚再见 11点钟 拜拜